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使出了十分的力气 可是所有的努力还是徒劳无功 特别是生活在社会最低一层的人 谁不想多赚点钱 谁不愿意过上好日子 谁又不想在大城市里混得如鱼得水 可是命运并不会垂青穷苦的人 反而生活层次越低压力越大 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你能做的 就是把握住命运发展的方向 适日劲的折腾 结果如何 那就交给老天吧 老天不会让一个勤奋的人空手而归 也不会眷顾一个懒惰的人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一报还一报 一还扣一还 苦难 幸福 都是自己亲手造成的 老天爷会一直帮助你越过越顺 一 有人伤害你 就会有人来爱你 一位小朋友问我 为什么伤害我的人却过得很幸福 我说 别人过的幸福已经与你无关了 与其嫉妒别人不如学会转身 小青和男朋友分手了 两人曾经是校友 在学校就相恋了 走出校门 小青陪着男朋友一起创业 吃过无数苦 小青都剥离不弃 可是男朋友创业成功了 却把小青甩了 和一个富家女相爱了 多情总被无情伤 小青恨男朋友 也恨老天爷 让他遇见一个 有缘无分的人 小青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我相信 就在小青转身的时候 还会有更好的人 爱他一生一世 人生几十年 永远回不去过去 也无法真正把握 梅腆 世上的人 谁都不会一帆风顺 生活也不会有 纯粹的快乐 学会面对复杂 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不畏惧困难 但保持着沉着 学会逆流而上 但保持乐观 爱是多变的 最善变的是人心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 付出了真心 没有回报 也是值得的 因为爱过 也被拒绝过 还被伤过 才知道什么是 人情冷暖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 那么爱一个人了 多情总被无情伤 总要保留 三分爱给自己 这个世上 有人伤害你 就有人疼爱你 你失去的 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回到你的身边 你舍去了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只要活着 生命就是平衡的 那些伤害你的人 其实是来教育你的人 让你懂得人情世故 那些失败的事情 是用来考验你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最后 是那些伤害成全了你 让你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成熟 睿智 坚定 淡薄 人生本来就是一次苦旅 别抱怨 别瞎折腾 别太执着 学会看淡一点 懂得该放弃的时候 就放弃 留下一些时间 活成自己 一生 就是三万多个日日夜夜 如果你白天活成了别人 太在乎别人的眼神 就弄丢了自己 一天天白过了 都不属于自己 余生 别在乎任何人的眼神 别对一个人太好 别太善良 别卑微了自己 放开自己的性格 该翻脸就翻脸 想哭就哭 用一种我行我素的态度 去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二 经历过的苦难 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事业失败的苦 其实 其实是为你下一次 创业创造了条件 你损失的是金钱 或许因为事业失败 你变成了一个 负债累累的人 但是你得到了 创业的经验 经验就是财富 以后 你所有事业上的发展 都用得上 爱情失败的苦 其实 是为了遇见更好的人 当然 爱情的苦是一阵子的 而后来的幸福家庭 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 没有任何的恋爱经历 等到人到了中年 或者老年 才被身边人伤害 那才是命运捉弄人 经历过失败的爱情 往往会成就 更好的姻缘 被父母 责罚的苦 其实 是父母一直深爱着你 是恨铁不成钢 父母是要你尽快独立 成为一个自强的人 看到你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父母只能含泪 把你赶出家门 他们从来不是对你无情无义 而是在帮你 当你理解了父母的苦中 你就感悟到了亲情的温暖 学会了感恩 你就变成了一个 精神富有的人 被人算计的苦 其实是为了让你增长智慧的 那些算计你的人 比你智慧更生一筹 因此你才被算计成功 如果你经历过几次被算计 后来也会变成一个睿智的人 让那些没啊好心的人 无法伤害到你 让他们聪明 反被聪明误 生病的苦是要告诉你 要爱护身体 要懂得健康 是最大的财富 因为生病了 你才知道如何处理工作 和休息之间的关系 懂得了健身的重要性 当然 你还会好好的活着 从此远离病痛 吃一欠 长一智 所有的苦都是一种智慧 熬过越多的苦 智慧就越多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看透人生 淡泊从容的过日子 就是老天爷给你最大的恩赐 三 老天一直在帮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你一定很熟悉这句话吧 也许你一直在怀疑这句话 因为善良的人 总是没有得到好报 而坏人 却总是横闲千里 有人做了好事不留名 有人做了好事想要出名 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 老是想着出名 那么老天爷是不会帮你的 因为你的功力心太强了 你不过是在走秀 你的善行有一定的恶念在里面 而那些默默无闻 做好事的人 一辈子都在坚持 然后在某一天 他就名声大噪了 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 但这是天意 一个人做了什么 可以瞒得过别人 但是瞒不过老天 老天是明示力的 你那么努力 但是和预期的结果相距甚远 其实是没关系的 你努力过 并且没有轻易地放弃 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 但是你已经做到了问心无愧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做人需要善待自己 最需要善待的是心灵 你别让自己的心灵里装满了悔恨 欲望 烦恼和冷漠 你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你一定要懊恼吧 其实失去了什么 也会得到什么 有得有失才是真实的人生 是一种境界 失去的东西是因为不适合你 或者你不配得到 得到的东西是你努力的回报 是因为适合你 比方说 你和谁离婚了 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本就是错误的选择 放弃了一份工作 是因为你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老天爷一直在帮你 别抱怨了 你抱怨的越多 老天爷也会皱眉头 不知道如何帮你了 别愁愁不前了 你坚定的走路 才会越走越亮堂 用顺其自然的心态 去过现实安稳的日子 像随遇而安的福气 这是最好的安排 静有心生 命有节奏 听天命 敬人事 静花园里面写道 静人事 以听天命 世界万物 千变万化 谁都不能够预料 你尽管努力的去做 是否成功 就让老天爷做主吧 一切顺其自然 当你用好的心态 去看世界 世界就会给你一种好的结果 人生之所以有惊喜 是因为做人谦卑 并没有想要得到很多 那些被欲望困住的人 是没有惊喜的 只有烦恼不断 即便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还是觉得太少了 老天爷就是一个小气鬼 万般皆是命 半年不由人 在成功者的眼里 把这句话 当成了一种安慰 从来不会认命 你认输就会输掉一切 你不成功 其实是你的努力不够 机遇还没有到来 你没有遇到真爱 是因为你还没有付出真爱 你的家庭很不和谐 是你要求太高了 脾气还不好 你活得晚景凄凉 是因为你年轻时自作孽 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静由心生 命运好不好你心里有数 当你站在镜子前时 你看到了镜子中有一个自己 当你站在命运的面前 你看到命运之中 有你努力的样子 也有你听天由命的样子 也有你好吃懒做的样子 还有你一蹶不振的样子 人生百态 不过是一念之间 古人说 或惜福所依 福惜或所福 就是要告诉你 凡事都有两面性 人生的低谷是崛起的开始 人生的顶峰是下坡的开始 失败和成功 不过是交替出现 聚聚散散 其实是人与人交往的常态 生老病死 是自然要发生的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与其战战兢兢的走路不如 昂首挺胸 活在当下 相信命运 但 但不听天由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城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